首次获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南配角的张达明 凭《物路人》中饰演无家可归 只能在24小时快餐店流缩的 基层小人物角色 而打动一众评委 首度赢得电影上的奖项 入行30多年 达明经历不少风浪 2012年更抗岩成功 今次苦尽今来 达明都说非常感恩 这个奖不是我的 是所有麦路人的所有工作人员 因为大家都是 演员都有 演员导演 所有工作人员 你们做得好我才做得到 恭喜你 希望真的快点上 还有得到更加好的回响 知心舞台剧演员欧家文 陶叔叔获得最佳女配角 今次演出也是他首部参演的电影 今次得到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我自己很开心 虽然今天下午其实我没有看 因为我很怕看这些东西 又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然后呢 整天哩哩乱 不如等他们打电话 告诉我 行不行 那得到之后 当然是很开心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一类东西 而得到这样的奖项 我是很开心的 在这里我想感谢我的团队 我们叔叔的团队 感谢我的导演阿Ray 但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天父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至于最佳新演员一奖 就落在《少年的你》的逆阳千载 王八明监制的电影《热问4》 完结篇也都获得三个奖项 分别是最佳音响效果 最佳剪接 以及八爷圆和平夺得的最佳动作设计 至于今次赛果另一焦点 是盧凯彤和他太太余正平同时获得奖项 两人憑《少年的你》 分别获得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以及最佳摄影 Alan为戏中的主题曲Fly 亲自作曲填词 这首歌也是Alan的遗作 而在公布赛果之前 林二汶也在社交平台讲到 挂着从前和Alan一起出席颁奖礼的日子 至于二汶自己也都凭金刀 获得最佳原创电影音乐